各位好呀,我是最近又学到了新知识的小露露 自从在收音机坑边人反复试探以来 就不断有人私信或评论问我 你的收音机知不支持航空波段 经过大约一个多月的尝试和探索 今天我们终于做完了自己的实现方案 欢迎各位观众老爷坐下来一起审判 航空通信惯例上多使用高频2-30MHz和甚高频 118-137MHz范围的无线电波作为通信波段 我查了查资料 有说法是讲早期中高端的收音机才会选择搭载航空波段功能 到后来大家充分发挥内卷精神 最终在平民架的收音机上也搭载了航空波段 所以我也决定在DIY的收音机上尝试一下 对于我们这些之前一直在死磕充电宝 缺少收音机相关解决方案知识的人来说 确实挑战是有点大 之后陆续有许多HAM大佬给了我们很多很关键的输入 帮我们扫了忙才算是不如正轨 我们采用的基础方案来自讨论群里一位大佬的建议 在原本全波段的原理图基础上增加前置变频电路 SI5351A加NA602加10.7MHz陶瓷滤滤波器 再输出给SI735进行调缺 支持接收航空波段的小收音机最终的完整原理如下 天线在接收到许多波段信号后 首先过滤出频率低于137MHz的无线电信号 其中包含高频2-30MHz和甚高频118-137MHz的航空波段 之后使用LNA低噪声放大器 等比放大所有波段信号 并控制频率发声器 输出精准的调缺频率 通过混频器进行频率相乘 最终将所选择的频率变为10.7MHz 在以上方案中 以甚高频航空波段为例 SI5351A需要输出的频率应该为118加10.7MHz 到137加10.7MHz 或118-10.7MHz到137-10.7MHz 由于2-30MHz的波段频率 在于10.7MHz做下变频处理时 可能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选择了上变频的处理方式 这种方法有比较好的抗干扰能力 但对于中频放大、滤波、解调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最终通过陶瓷滤波器滤出其他频率 输出10.7MHz调幅AM信号 返回主板进行解调输出 了解上面的原理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基础的电路图了 在扩展板上 我们增加了对应的前置变频模块 在这个模块里 首先需要设计一个合理的滤波电路 过滤出我们所需要的信号波段范围 在这里 我们使用了在线LC滤波电路设计工具 通过电感和电容的组合 去限制哪些频率是可以通过的 它支持低通、高通、带通和带阻电路设计 本方案选择了低通 即小于某个频率就可以通过 限制范围为小于137MHz 确定好其他参数 点击计算即可 输出电路设计的结果和模拟的滤波结果 将这个设计变成原理图 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这个工具 来设计不同的方案 按好PCB后 我们需要把两块板子连接在一起 准备两根较粗的导线 一根的两端分别连接扩展板的AMI孔 和主板的子棒线圈左侧引脚 或C17左侧线 另一根则分别接扩展板FMI孔 和SMA插座的中间引脚 由于附近的航班还是比较少 城市中心的干扰也比较大 这套方案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测试 所以一直没能如愿听到方言味的机掌波报 对于以上的设计方案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改进建议 请各位大佬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完整的硬件也同样会进行开源更新 也希望有条件的观众老爷能复刻出来 之后帮我们进行测试 那么就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